科技越來越進步 但孩子們的語文能力反而是越來越弱 所以宜蘭市每年都舉辦國語文競賽 除了要選出優秀的選手參加現賽以外 主要是希望現在的小朋友 不要因為電腦以及手機的方便 影響到正確的語文基礎 台上小朋友已流離了閩南語 參加今天的朗讀比賽 而台下評審則是專心來評分 這次比賽除了一般學生還有教師跟社會人士 而且能參與競賽大部分都有事先準備 了解如何拿下高分技巧 家長更是希望透過比賽 加強國語的能力累積比賽經驗 國語要讀 那台語的技巧要什麼 台風要穩健 然後咬字要清楚 然後聲音要有高低媳婦 覺得這次有信心 有 想說台語很重要 我們的語音要給他好好 所以就來參加 我這有什麼要求婚的重點是什麼 他卡在哪裡 我現在要進口 那個聲音不可以不對 因為台語有八音 比國語更難 所以念得到 比較大聲 標準跟感情都要做出來 他有一個婚姻的機會 然後就是訓練你的台風 就是聲音比較不大 讓他們訓練 主辦的施工所表示 現在小朋友透過手機電腦 接受資訊 反而很少親手寫字 認識正確的文字 所以就比賽 交響國語文基礎 問一個人 大家在法手機的時候 也不能忘記 手寫很重要 多多翻書 把這個字音自信頂頂的日 跟小學生做記號條 這樣 差別字就沒那麼多 這邊比賽的項目 有寫字 作文 還有演講 朗讀 還有字音自信頂頂的項目 問一個項目 都是適合所有的學生跟老師 做一個教學相場 一個演練 還有一個比賽的一個規範 比賽的優秀選手 將代表宜蘭市參加現賽 甚至可以繼續在全國 拿下好成績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 採訪報導